你好 欢迎收看4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等你们来看到 民国90年陶居台风重创光复大新村 造成41人死 21人失踪 光复乡公所铭记天然灾害的可怕 特别将防汛演习地点移施到现场南清水席举行 不论是灾害的抢救 人员的救护到灾民的疏散收容等等 各个参与单位每个环节都不马虎 确实演练 配合体顶堆包法等体顶抢险攻法 大型机具在南清水席河床上来回穿梭演练 另外光复消防队和易霄救难大队等合作 进行人员受困沙州的抢救任务 每一个演练环节都不马虎 受困在南清水席的正中央 在管理台右前方的白色吉普车处 惑切怠救 那我们分队第一集我们用LINE通报 我们召集光复易有相对 集结前往救人员 以往都在马逢西办理防汛演习的光复乡公所 今年110年度防汛演习 特别一次到大型村南清水席来举行 乡长林清水表示 面对现在极端气候的挑战 我们更要铭记陶磁风灾的重创灾情以及破坏 透过在灾害现场的演练 各救难单位上下与横向间的联系配合 应变能力都能有效的来提升 那我们这是个危险地带 所以我们今天就改在大型南清水系那边 不管场景也好 不管地理环境也好 动物社来做这些防汐演习的演练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那边做各项一起 沙洲的抛绳的演练 还有土石流 那边的缩农 这些都跟实际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今天来依赖演练 效果还不错 民国90年陶磁风灾重创光复乡大新村 造成41人死 21人失踪 乡公所将年度防汛演练 遗失到南清水系大新段 希望以陶磁风灾为鉴 不论是灾害的抢救 人员的救护到疏散 以及收容灾民作业等等 都能强化各个单位防灾能力与救灾量能 在面对大自然反扑时 能将灾害降到最低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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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炼 订阅